Hola amigos! 同學們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Snow先生 今天我們要講如何減壓跟加壓 我們在減壓主要有兩大不同的Style 兩大不同的Style呢 分作為Extend to Release 另外一個叫做Flex to Release 兩個都是減壓之後再加壓 或加壓之後再減壓的方式 如果我們講Extend to Release的話 它比較偏向我會先加壓 對地板上面加壓力以後 再達到我的減壓的效果 比如說是這樣子 我蹲在板子上 母牛自己蹲在板子上 我忽然腿往下面伸直 會發生什麼事 我會先給地板壓力 地板呢 會給我一個反坐用力 幫我往上推 來達到減壓的效果 注意看喔 注意看我的鞋子 And Ex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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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這個叫Extend to Release 用伸直的方式來達到加壓 之後減壓的效果 OK? 那現在呢 我們要講到另外一個 也是叔叔非常喜歡的一個減壓的方式 它叫做Flex to Release Flex to Release呢 是什麼概念呢? 兩種做法 什麼做法呢?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的身體維持一個高的站姿 然後呢 瞬間的把我的身體很像是往下蹲 欸? 你有發現什麼事情? 往下蹲的那個剎那 我的腳 我的鞋子是不是又離開雪面了? 這個動作呢 變成是先減壓 再達到加壓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呢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比較有效率 而且更快速 能幫助我們達到減壓效果的一個動作 身體往下 快速的蹲下的時候 注意看喔 注意看我的腳 呼 同樣的減壓方式呢 我們有另外一個方式來解釋它 你也可以想像自己 維持身體的重心 我們的身體的重心呢 差不多在我們肚臍下方 兩吋的地方 差不多是我們 丹田 丹田的這個地方 維持這個高度 但是 把我的腳 往上的收 欸?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 有沒有發現 我也是很類似的 把我的腳 會忽然騰空了以後 叔叔發現這個方式呢 會更快速喔 比我所謂的身體往下墜 這種方式 其實來的更快速 可以來達到 所謂的減壓發生的一個 更有效率的一個方式 OK? 所以我們有兩種喔 兩種 二 二 二 OK? 主要的是我們的 extend to release extend to release 還有我們的 flex flex to release 現在呢我們就把板子 穿起來 叔叔來示範一下 如何用這兩個方式 來幫助我們達到 更有效率的換韌 跟換韌了以後 如何更穩定的 來達到我們滑行的動作喔 Check it out! 首先呢我們要先講到 extend to release 現在呢屬於站在板子上 其實是有給他蠻多的壓力 我才有辦法在這個斜坡上面 停住喔 那我如何讓我自己開始 有辦法做一個彎呢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我在原地 有沒有 蹲下來給他壓力 然後呢我順圈往上 extend release 然後再慢慢的蹲回來 OK 在toe side也是一樣喔 所以我們從一個低的動作 一個低的姿勢 and extend to release and back 有沒有發現 非常順暢非常容易的 這個地形呢 地心引力呢 只要我有release我的重量 它就會把我拉進一個 fall line 朝向fall line走 而幫助我更容易的達到 我的換韌 而另外一個方式呢 則是flex to release 也是Perry叔叔比較喜歡的 減壓的方式喔 道理是一樣的 只是做法 剛好是反過來 在flex to release的時候 我們會先給自己 往下蹲 或者是把腿往上收的 這個力量 來幫助我達到 減壓的動作 之後呢 再慢慢的站起 加壓 OK so 如果我來再做一次 從toe side開始做 我會忽然瞬間的 把我的腿收起來 有沒有發現 我一收起來 哇 我的板子基本上 自動的 就會被 這個地心引力 往下牽引 而達到了一個 什麼 板頭轉下去 然後達到了一個fall line 再加上我們本來就有的技巧 不管是我們旋轉of hips 還是我的twist 來自於腳踝的twist 這些 全部的combine起來呢 都會幫助我們達到一個 更有效的換韌的動作 接下來呢 所說要示範如何在我們的滑行當中 使用extend to release 的方式來幫助我們做到一個 換韌的動作 OK So extend to release 的時候你一定要從一個比較低的站姿開始 OK 一樣我們往旁邊 traverse and extend and back 所以extend 換完 換完韌以後 有沒有做完 edge to edge的一個動作了以後 我們就回到一個蹲的站姿 and ready for another one 蹲低 and extend and down and extend and down and extend and down and and down very nice 接下來呢 叔叔要做的示範則是所謂的flex to release 用蹲下或者是用彎曲的動作來幫助我們達到減壓的效果 這個也是呢叔叔最喜歡教給不管是初、中、高及學友們的一個滑行的技巧喔 為什麼叔叔這麼喜歡教Flex Unitiate呢 尤其在我們初學的時候 我們遇到Fall Line 就是這個最斜線 板子要往下指的時候 我們身體因為懼怕 我們的大腦跟我們講說危險在那裡 所以呢我們的大腦會想要遠離這個危險 就會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看到 哇 我就會做成一個back seat 就是靠後腿壓力在後腿的一個壞動作壞習慣 這會導致你的不穩定 甚至呢你的板子會加速的想要離開你 所以是比較危險的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做的動作是flex to release的話 當你蹲下來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我的身體自然而然非常容易就回到中間來 比較難說我會往後面壓 而且呢我的身體的重心離地越近 我的安全感也會越高 如果我真的要往旁邊倒的話 我離地面也比較近 我說微微的往後面做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認為 叔叔認為flex initiate 對很多初學者來說是一個非常棒 很安全有效果的一個換刃的方式 我們來試試看喔 so一樣 我會稍微比較高的一個站姿開始 不是地震站好 只是稍微比較高 準備了以後 然後我會蹲下來 你看我在fall line的時候 我是非常低的 and 慢慢站起來 再一次喔 Fall line的時候 有沒有我是很低的 and 慢慢站起來 and one more time flex and release and flex and high and flex and high and flex and hig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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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各位Snow Sensei的同學們 謝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我們今天呢 提到如何用extend 跟如何用flex 這兩種方式來release 我們的edge 這兩個方式呢 都是正確的喔 所以有機會的話 你一定要多多做嘗試 來找出哪一個對你來說是比較容易 也是比較安全 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ok 如果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記得幫我們按讚 按訂閱喔 Snow Sensei 我們下期見